近日,一起与美国海军有关的诈骗案引起注意,它又有何特殊之处? 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实际上金融诈骗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的 而最近美国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与美国海军有关的金融诈骗案件 而这起案件也点中了美国海军的痛血 据美国海军报道,近日,一名现役海军医师和一名前医务人员 被美国联邦陪审团起诉 同时,被告袭站还有一位海军首席建筑机械师与四名海军士兵 他们被指控的罪名都是欺诈罪 检察官称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榨取了高额的保险金 总共获利近200万美元 根据检察官的表述 海军的这两名医务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 在过去的几年中,为这几名海军士兵伪造了摔伤、骨折、脑震弹等不实的伤情 包括虚假的医疗记录以及医疗专业人员的签名 而这些士兵利用这个病例向保险机构索赔 获利之后给着开出病例的海军医生分赃 这起诈骗案也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声 实际上美国海军拥有相当好的待遇 福利也有一大堆 可能一名普通士兵的收入能超过很多国家的军官收入 在这么好的条件下 为何美国海军士兵还要铤而走险搞诈骗 虽说美国海军拥有全球最强方实力 看似十分风光 但这高待遇与风光背后 也带来了十分压抑的生活环境 美国海军士兵患上抑郁症的概率 与自杀率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究其原因 不健康的心理问题是主导因素 我们知道 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有海军基地 这就要求海军得常年在外执行任务 毕竟在外执行任务的海军不像其他军种 可能大半年都飘在海上 见不到陆地 舰船与航母再大 待久了也像监狱一般 久而久之 很多人心理精神备受煎熬后便出现问题 长期在海外执行军事任务 工作时间过长 缺少私人时间 导致美国海军士兵压力过大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美军能做的也只有加强保障 因此海军士兵 普遍有着可观的保险数额 同时在保险审查上也相对放松 这也就给了一些人可乘吃鸡 实际上 向这些士兵伙同军衣骗保的行为 在美国海军内部 也绝不是这么罕见的事情 然而一旦增加审核力度 势必更会加剧海军士兵的心理负担 可以说这一起诈骗案 揭开美国海军的一大正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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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